大家好,我是阿川 今天咱们来说一个比较通俗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说 咱们这个电动车在购买 咱们在想着电动车的同时 比较多人执行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这个电动车 它可以开多少这个细航里程 也就是说可以开多一点 这个也是不少用户在购买电动车 占80%到90% 是要执行的一个问题 而且在电动车这个视频里面 我做了花以往这个视频 占绝大部分人群对这个电动车 这个细航里程 好多都对我这个讲解 有些怀疑说 我这个电动车可以开到50公里 又或者是60公里 那么好多用户也是不赞同 我说的这个细航里程这个问题 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因为我主要的这个地区是针对南方这边的 那么对于电动车这个千双电池或者锂电池都一样 它对这个温度比较低 就是说属于北方的 那么这个细航里程对它这个电池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每一款车型搭配哪一种电池 它的这个细航里程 跟这个公里有多少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 每一款电动车它的这个体积跟搭配它的配置 跟这个电池它的细航里程大小 来怎么判断 那么首先咱们会准备两款这个电动车给大家展示 首先咱们看到这款是小刀的这个大型摩托车型的这种电动车 电模款 它是大规 那么这款车它的后面电池搭配的是1000瓦 然后电池是搭配的60V 20A的这种电池在柴角板这个位置 那么这种车充满电一个人使用 可以开到60到70公里 那么对于载人 一般它就耗电比较大 有可能它就是少到10公里左右 那么这个细航里程 咱们是按照这个新车来给大家估算 那么对于咱们是南方地区 所以这个细航里程稍微就比较有优势一点 那么对于如果北方 有可能它这个电池只能开到40多到50公里左右 这个也是正常的 那么对于如果这款车 它配置是48V20A的 它的细航里程只能开到50公里左右 那么是绝对有的 所以这款车它的搭配电池只能说是中等 细航里程也只能是理想 不能说比较优质 比较远一点的 因为这款车咱们配置算是中高端配置 有一些可以配置这个72湖或者96湖 那么它的这个细航里程又可以开到80公里到100公里 又或者是100多公里都有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款小型的这个国标车 它的细航里程 再来看看这款是小刀的这个新国标的简易款电动车 那么对于这款车它的配置后面是400瓦这个电机 搭配的是48湖12安的这款电池 大家看到 那么对于这款车 它比以前的这个徽标车细航里程可以拉长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以前这个徽标车开到40公里左右 那么现在这款车充满电一个人使用 可以开到差不多60公里 这个也是好的网友不赞同我说的这个里程问题 但是它这款车就真正可以开到50多接近60公里 为什么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呢 因为这款车它首先在速度已经得到了控制 咱们以前的徽标车可以最高时速开到40码左右 那么现在的这个国标车控制到25码 所以这个电动车它的速度见低之后 对耗电量也是得到了控制 而且是比较省电的 所以大家不要怀疑 因为这种电动车 它的这个电机搭配也是比较小 那么对于这个电池搭配的这个容量也是比较小 在12安 所以它这个细航里程可以爬到60公里 就证明这个速度减弱了之后 那么对于它这个耗电量也会降低好多 所以相比刚刚这个小到的这个豪华款 也就是大规的这个款式 在细航里程方面这个小的也可以跟大的这个相比 因为电动车只有在重量配置电机控制器这些方面 在电链还有这个里程得到的这个控制跟差距 那么对于电动车如果是这款简易款的 在北方它的这个细航里程应该只能开到40多公里 也是属于正常的这个范围 因为电动车它的这个受到的外界这个体温比较弱 那么对于电池它里面这个能耗也是大大的会降低很多 刚刚咱们看了这些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搭配 每一种电池它的这个电压跟容量都不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细航里程也就有短有长 而且对它这个电动车配置 它的这个控制器跟电压功力的大小 跟它这个细航里程也是有绝大的这个影响 关于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里程的问题 是好多因素有影响的 咱们不能说百人百知道这个电动车可以实际开多远 只能是故技来决定这个电动车 它可以开多少公里 那么关于这个电动车 咱们如果在北方 那么它实际上自己程是比南方的话 要降低很多的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关注点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